一拖再拖的滨海战斗舰终于下水了 第一艘滨海战斗舰5月23号 已经按照原定计划 下水测试稳定性 国防部长纳特斯里凯利诺丁表明 按照这一个进度 海军将会在2026年8月收到第一艘船 卡利诺丁今天到霹雳洪图看 视察造船进度时透露 今年内将会进行系统整合 还有各种的平台测试 另外还有海事 至于其他四艘滨海战斗舰的进度 也按照计划进行 估计能够准时交收 也就是2027年交付第二艘滨海战斗舰 然后每八个月交一艘 一直到2029年完成所有五艘舰艇的交付 请不吝点赞订阅